看看整体的这个外观确实漂亮啊 肌肉感十足的 一上市就看上了 3月1号才能定车 前轮的这个刹车盘也是比较大的 宽幅大 刹车制动效果肯定好 三阳ADV150新车新款车型 捡好轮ABS 后来带防侧滑 在TCS黄泽华 正新的半热红轮胎 全是LED 全是LED的 但ADV的高通过性应该是非常不错了 你看这个新款车型 确实是就能配得上ADV这个车型 这个名称了 感觉这个肌肉感很足很强的 确实 你就是后座有点高是吗 前座应该啊差不多 这个前座它这个离地ADV嘛 肯定就是相对的要高一点 是吧 提上来以后这个方向板呢很轻松 没有说特别沉的这种感觉哈 座高呢是比较高 我这1米73的座高 脚尖之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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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呢 脚踏的这个方 脚踏的这个方向还是非常舒适的啊 不良踏实的这个 挺方便的 挺好 你说这个配备的行车电脑 带导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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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导航带定位行车 带这个租机 就是你每天托篮的是不是 带这个轨迹的 自动的啊 那就是带这个行车电脑比较方便了 然后带三秒启停 这行车电脑 哎 叶金显正屏 哎 时间很全是吧 嗯 你们欢迎了没有 也很醒目哈 晚上一看 关键很强的时候也 你的外面它屏幕自动就难了 地上难了 哦自动来调整这个温度 自动这个感应 自动感应 嗯 我这几个后 看看能光效果 看看后尾部 你看后面这个叶子板都像是一个 对像是一个什么 哎 青铜器的那个脸谱是吧 侧支撑 支起熄火 这个是标配的功能了啊 无声启动 对 卖充启动 这个座桶呢 这个座桶 放个全盔能放下吗 放不下 差不多 你要说是半盔四分之三盔肯定是没问题了 是吧 这油箱有多大 15.2 15.2的油箱 那里头肯定还稍微有一点 那关键就是说看你跑下来这个油耗能到底能到 今天忘了保险 你最少续航的500多600 应该又是500 500多公里 你看这十几升的大油箱 好像我能跑续航能跑500公里 那就相当的 可以了 油箱扎入口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哈 看那小工具包 一按 卡开了 哎 放个眼镜 放个眼镜 放个工具盒 挺方便的 是吧 你看这个 一按式的 一触 挺方便的嘛 USB接口 中置减震是最有色的啊 这一看呢 还是很粗的啊 粗肯定是抗燥 哎 你看这装甲一装上去以后 它这个车身这个金色啊 前后整体这个腰线搭配都出来了 整体效果就出来了啊 好看多了 大车很轻松 一个人很轻松就支起来了 非常轻松 费力 要放而无理 这个车现在全款多少钱 两万 两万三千八 两万三千八 那你这个前脸还能这个前面这个挡风 还能夹装个大挡风吗 那你要是把前面这个前脸改成一个大挡风 把两个侧镜往边上一放 是不是这个效果就更漂亮了 这你得慢慢研究 得慢慢来 一下 一下不能到位啊 对对 颜值是有了没问题 动力合适 150没有费用 好看多了 对 这样是什么 agen 是有了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